他叫老崔,是一个警察,即将就要被晋升了 在事业上混得风生水起,家庭也很美满幸福 但老崔不知道,他即将大获临头 在结束了同事为自己准备的生殖宴之后 老崔坐上了车,准备回家 但很快,他发现这不是回家的路 老崔询问司机,却没有得到回答 他慌了,大声的呵斥,想让司机停车 司机停下了,但也拿出了刀,靠近了老崔 两人博弈着,最后在打斗过程中 刀扎进司机体内,老崔捡回了一命 望着面前已经没有过去的司机 他沉思了很久,还是决定报警 但他在拨通电话的前一刻 警察署署长给他打来了电话 老崔是他最看好的接班人 他打来电话,就是想告诉老崔 上级那边,他会打电话,让老崔安心等待升职 听着署长的话,再想想家里等待的家人 老崔最后,还是选择掩盖这一切 现场的指纹被他小心翼翼地抹掉 然后,他逃走了 老崔不知道,这才是他大祸的开始 一日清晨的首尔 一声尖叫,引起了无数人的注意 顺着发出尖叫女员的手指 人们看到,不远处的塔吊上 赫然挂着一具尸体 正面对着警察局 很快,警方就赶到了 在现场采集证据 而姗姗来迟的老崔 再看到了尸体的第一面 就心内一惊 这不就是昨晚的那个司机吗 到底是谁将他挂在了这里 但老崔不能成章 只能暗中注意着案件走向 再做打算 由于这起案件受到广大市民的注意 署长命令老崔成立专案小组 尽快破获这起案件 老崔尽管内心忐忑 但还是不得不印象 和同志们一起追寻 这起案件的蛛丝马迹 受害者是一名出租车司机 现场的证据显示 他是被人杀害后 装在出租车货备箱 运到塔吊下的 凶手极有可能是当晚的乘客 于是警察便从当晚的道路监控入手 调查当天 有谁坐过受害者的车辆 很快,一个可疑人物 就进入了警方的视觉 不是老崔 是一个陌生的男人 监控清晰地拍到了 他搬运尸体的全过程 警方很快出动警令 抓捕这个疑犯 但是在抓捕过程中 由于疑犯剧烈反抗 老崔不得不将他击毙 还不等将疑犯的DNA 与受害人指甲里发现的人体组织 进行比对 署长便召开了发布会 将疑犯定性为犯罪嫌疑人 这意味着 事情起样尘埃落定 但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吗 真凶真的是这个男人 并不是 老崔在案件调查时 便做了许多手脚 其实在警员查看监控时 偷偷藏起了一个重要片段的监控 将矛头都具要在这个男人身上 尽管老崔也不知道 他为什么要转移尸体 在后来的抓捕行动中 老崔更孤身一人堵住了疑犯 在得知了疑犯只是受人指使 搬运尸体后 直接对着手无寸体的疑犯开了枪 这样一来 警方有的关于老崔的线索 都被他销毁了 组员也纷纷抢着替老崔作证 是因为疑犯反抗 老崔才不得已开枪的 而那份疑犯的DNA比对不匹配的报告 也在署长的手艺下销毁了 重新制作了一份比对成功的报告 老崔的一桩心事终于放下了 但是老崔没想到 这一切都被一个人看在眼里 他的手下东仔 东仔不仅看见了老崔藏匿证据 还莫得了老崔强杀疑犯 他渐渐对这起案件的真凶 弃了疑心 东仔重新要来了一份监控 仔细观看之后居然发现 案发时 在那辆出租车上的不是别人 正是老崔 东仔还在那辆出租车上 发现了一个领夹 正是生殖宴那天 大家一起送给老崔的礼物 这一切都让东仔不得不 对老崔心生怀疑 在东仔眼里 老崔是尊敬的上级 也是关爱他的长辈 所以 在他发现老崔可能走错了路之后 他还是做不到高发老崔 而是选择跟老崔坦白 自己知道的一切 并且将领夹和那份 重新拷贝的监控录像 都交给了老崔 希望老崔找到最好的解决方法 老崔动摇了 他为了掩盖这一切 杀害了一个不吃凶手的人 以后 可能还会做下更多措施 为了原因够谎 不得不撒更多的话 就像雪球越滚越大 最后会将老崔吞没 但他别无选择 当务之急 还是先找出 只是一犯转移射体的人 老崔根据一犯身上检验出来的 坎江烈性毒品 找到了与之相关的一个男人 他叫金正葵 是名演员 去年就因为吸食这种毒品 而被警方拘捕 之后 就离开演艺圈 不知所踪了 老崔作为警察的知觉 告诉他 金正葵 跟这起案件 一定有某些联系 老崔从金正葵之前 演艺公司老板那儿 得知金正葵 开的酒吧的位置 便先去查看 刚进去 就在桌子上 看起了一本台例 上面的三个日期 被圈了出来 上面还标注了地点 老崔因因有种 不好的预感 打电话给手下老吴 让他帮忙调查一下 这三个日期 在相应的地点 都发生了什么 很快 老吴就告诉老崔 这三个日期 分别发生了一起命案 受害人都是警察 而他们的共同点就是 多年前都参与了 同一个案件 那是一个赌场投毒事件 死了12名赌场常客 最后抓到的凶手 是赌场的负责人 理由是 被赌徒削辱 心生怨恨 而老崔和署长 也参与了那起案件 如果那天晚上 那个司机没有意外身亡 老崔也会出现在 这本台例上吧 下一个便是署长 但老崔没有如愿 被司机解决 所以金正葵 才搞出后面那么多事 但金正葵 为什么会杀害 当年参与这起案件的警察 难道 当年的案件 有什么隐情 原来 当年的案件 由于死亡人数过多 引起社会恐慌 摄像机会的缓解舆论危机 给当时支持 一个班长的署长下令 尽快破获这起案件 最后在排查一圈 仍毫无所获之后 他们逮捕了 当时赌场的负责人 一个脖子来定罪 而他也并没有反抗 就这么认罪 最后 事情就以这个脖子 被枪毙解案 而这个脖子的儿子 就叫金正葵 他是来为父报仇的 但是 不等老崔 见到这个金正葵的真面目 金正葵就自己来自首了 生冲前不久的命案 是自己犯下的 而且 点名要老崔来审讯自己 老崔不知道 他到底要做什么 只能按他所说的 关掉了扬声器 进去审讯他 但是还没等老崔问上两句 他就说出了老崔 才是真凶的这个秘密 并透露出 自己手上有那天晚上的视频 老崔也不再隐瞒 直接问他 是因为当年你父亲的案件 当年那个协议犯的儿子 就叫金正葵 他笑了笑没说什么 以此威胁老崔 如果不想那个视频公之于众的话 就帮他解决掉 那起案件中的另一个警察 就是县子的署长 但是老崔做不到 署长对自己恩重如山 他自己一步一步提不到现在的为止 老崔不能也不会对他下手 自己也不想自己这样作恶下去 于是 老崔拒绝了金正葵的要求 被拒绝之后的金正葵 促行自己动手 在老崔面前 用一枚遥控炸弹解决了署长 并将那天晚上的视频公之于众 一时间 老崔就从署长候选人 沦为通缉犯 但他过不了那么多 他要抓到金正葵 为署长还有那么多警察报仇 而此时金正葵 已经回到了酒吧 拿起桌上的毒品 缓缓地都出射进体内 缓缓间 他又看见了金正葵 将自己走来 抱住了自己 金正葵泪流满面 原来金正葵 并不是那个脖子的儿子 他只是刚好也叫金正葵 跟脖子的儿子从小一起长大 他的到来 都是为了配合脖子的儿子演一出戏 而那个真正的金正葵 早就改名唤醒 潜伏在老崔身边 不是别人 正是东仔 为了东仔 金正葵愿意付出生命 而老崔的到来 也是在东仔的算计之中 于是 在老崔找到他之后 他将东仔的真正身份 合幻拖出之后 然后就缓缓闭上了眼睛 戏结束了 他也该羡慕了 耳朵之间向老崔 也接到了东仔的电话 电话那头传来了儿子的声音 老崔慌了 他恳求东仔 不 是金正葵放过他儿子 并答应 一定会找出真凶 绳之以法 替他父亲报仇 金正葵便让老崔 来汉江公园见面 老崔马上飞车前往 路上 与东仔往日相处的点点滴滴 还有这些日子发生的一切 都在老崔脑中闪过 真相到底是怎样的 谁才是当年那起案件的真凶 年幼的金正葵 跟着父亲生活 父亲靠在私人赌场 打工赚一些微薄的薪资 养活他 日子很苦 但父子俩相依为命 直到有一天 父亲晚归了 年幼的金正葵 第一次来到父亲工作赌场 看见的却是心酸的一面 父亲被那些赌徒拳打脚踢 却没有一人出来阻止 殴打过后 父亲在这满身伤痕 还要给他们点头哈腰服务 年幼的金正葵 第一次尝到怨恨的滋味 所以他找来一瓶农药 倒在了那些赌徒的饮料里 警察上门的时候 尽管他一直跟警察说人是他傻的 但没有人相信 父亲被带走了 不久后执行了死刑 所以当年那起案件的真凶 就是金正葵自己 是他还有无能的警察 害死了父亲 他怨恨当年所有参与这件事的警察 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抓住真凶 让父亲替他顶罪儿子 而现在他也要老崔厂长 在儿子面前被警察带走的滋味 在说出真相后 金正葵要求老崔履行诺言 亲手杀掉当年案件的真凶 就是他面前的自己 而此时 警察已经闻讯赶来 江汉江公园包围的水血捕通 也许是不忍杀害 示弱亲人的东仔 也许是不敢在警察面前 射枪杀人 老崔最后 还是没有对东仔动手 扔下枪 被警方逮捕 老崔如金正葵所愿 当着儿子的面 被警方抓住 金正葵也掏出了枪 在他的计划里 从没想过要活着 亏欠父亲的 还有自己 现在 睡时候偿还了 一声枪响 东仔闭上了眼睛 尽管老崔再怎么呼唤 东仔也不会醒来 电影就在这里戛然而止 这是一个悲哀的故事 金正葵恨警方 没有住住真凶 让父亲替自己儿子 所以筹划多年 只为了让所有警察 都受到惩罚 但到底 他还是最怨恨自己 自己的错误 让父亲替自己 承担了后果 所以 他从没想过 放自己一条生路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想表达对我们的支持 就给我们 关注 点赞 和转发发 下期节目 我们不见不散 拜拜